其实巴善尔夫妇访华期间 其实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对待 其实很多人没想到 因为中国人对叙利亚其实很不了解 西方在封锁 其实就是要孤立 但是中国人对于叙利亚 其实感动深受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经历过屈辱的 尤其是被西方这种 其实整个的世界政治从未变了 整个的昂古萨克逊这套玩法 一直都是 就从中国清朝末年那个屈辱开始 到现在其实也用这个招数 所以中国人应该是 最近40年解决分保 真正赋予还不到10年 所以咱们自己明白是过去发生什么的 所以说对于发生国家 很多能感动深受 有通力心 所以中国人知道叙利亚发生什么 这点西方国家是没有这种感受的 欧洲的崛起源于一系列的社会组织模式突变 所以为什么他们没有自己觉得负罪负罪感 就因为他们是 他们是认为这套东西是正确的 咱们说这套意识形态 其实非常可怕 欧洲的崛起来源于一系列的组织模式的突变 他是个变态 200年的变态 常态可不是欧洲 欧洲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对东方国家的掠夺 殖民主义的历史让欧洲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而且获得庞大的资源 对吧 虽然60年代开始英法老牌资本主国家开始去殖民化 但很显然是一种用更隐蔽方式继续压榨当地民族 所以现在看呢 他们只是为了攫取资源 但用更隐蔽方法 不像当年了 你不买鸦片不行 现在不是了 不买鸦片我揍你当年 现在不是了 你不买鸦片 不买鸦片 你可以买我的 买我的别的 是吧 我有的是方法 我的iPhone手机给你加价 你得买 你反正你买 是牛逼吗 美国也是如此 新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他描述的那么光彩的 美国对中东是有原罪的 因为他们依然在通过各种方式 让中东无法出现一个统一的大国家 什么意思 就你不能够有欧亚道路不能统一 这道玩法 昂鲁撒迅玩了两百年 这为什么这是个变态 不是个常态 就维持不惜对中东的各种干预 介入塑造 然后呢 叙利亚内战本身就是美国主导的 阿拉伯之春的一个产物 是美国持续利用中东既有的矛盾 推翻 包括穆巴拉克这样的美国老牌盟友在内的 他把盟友都卖了 你看挺有意思 所以就是你只要欧亚大陆寻求稳定就不行 你即使是我的盟友 我也要干你 所以我说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新加坡 什么F4 日本韩国 这帮玩意你要想想 你们还想当美国盟友 你看人家连穆巴拉克也干 从主要的目的就是进一步瓦解中东地区的集体行动能力 不能让你团结 就强化美国和昂鲁萨克逊对中东地区控制力 这为美美同事上 本质上的还是因为美国和英国霸权本身就要作为一个欧亚大陆的一个 它是个岛 你看欧洲 你看不是欧洲 这里边的英国和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岛的状态 它是游离于欧亚大陆外边的 就它只有在欧亚大陆无法形成合力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一个超然地位 这个地位才能获得 就你只有你欧亚大陆动荡 你看海盗嘛 海盗一定是让你们先点把火 让你们内部爆发 冲突让我们好抢劫 因此美国英国对于欧亚大陆内部的秩序 天然的天生的就有一种破坏性 这就是它要阻 为什么我说这个现在从经济上看 他们就是寄生的资本主义 这套玩法其实就是合着他们这套破坏外大陆稳定是一贯的 这套逻辑是 所以他们改不了自己的不影性的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本身在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上 对吧 中国是需要稳定 这就是咱们刚才谈 为什么明朝 咱们不能学明朝当时 估计也是因为中国内部有矛盾 就是江南的和北方的其实有矛盾的 江南他们希望获得稳定 那就是很简单 我不希望向外扩张 因为向外扩张需要军费 军费当然是江南人除 但是他没想过 你即使苟 苟 咱们说苟且 能发展你自己那点小 那点这个 咱们说那点小文化 是吧 小确幸 但是你最后挡不住铁骑来 那你只有向外冲出去 就说白了 欧亚大陆的稳定 你当时明朝没有担起这个责任 朱棣是要担这个责任 后来呢 后来被整个的江南这些 这些这个财阀们 包括一些 这些势力们全部给压制了 连这个郑和的夏西洋 那个那个东西全部烧光了 就不允许你去了 因为他们不愿掏钱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意义 我们就要我们江南这点小确幸就可以 所以中国为什么统治 这个政治中心绝不能放在南方 原因在这 那东西早晚也完蛋了 中国历史上从宋朝开始就已经定了 这东西没用 你要是江南定定这个中国国策 那肯定完蛋 因为挡不住嘛 大平原冲击 过长江也很快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就是 当年你像世界岛的安全 中国明朝就没有发挥稳定做 所以现在中国就绝不能犯这个错误 那世界岛欧亚大陆的稳定 就必须要由中国来负这个责 如果你不负这个责 欧亚大陆现在面临的就是四分五裂 中国现在不需要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 世界岛就是欧亚大陆 这不符合中国利益 中国需要一个团结的欧亚大陆 你看跟美国王的撒讯是不是对干 同时呢 中国作为一个西方崛起的受害者 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受益者 对于西方现代化有深刻的 一种更深层次的认同和理解的 就是这个恰恰是中国认知一个优势 就中国知道你们的西方现代新自由主义 包括你的现代化 因为中国是从这个落后到现代化 这个过程全经历了 我都知道是你玩什么 这个恰恰是中国的认知优势 而中国其实不了解很多国家 因为你看叙利亚中国人也不了解 但是中国有这个什么了解你们世界认知的基础 就是你对你的新自由主义这个神话 中国明白 你别跟我玩这一套 你他妈一个二捞饭子 民主二捞饭子 台湾人香港人 民主二捞饭子 在我这天天逼逼逼那些民主 你不想想你的东西有用吗 所以中国有一个自己的认知 这个点是一个优势 如果中国能就是中国不会被昂古萨人骗 你看阿拉伯川普那帮阿拉伯人就先被骗了 中东那些国家就被骗了 只有把自己砸烂了 你说这个世界多有意思 我反正我看BBC的主持人到伊拉克 就看到伊拉克小女孩要饭 他们没有任何怜悯 他们英国人认为这是应该的 就是应该让欧亚大陆就动荡 我觉得从这点看 咱们对整个阿拉伯萨克逊 一定要不要掉青蛤 如果中国能够用这种同理心 认知世界其他地区 你会知道 现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一切 你有一个根本的一个认知 这就是世界观 那对于中国发展和这些全世界发展国家合作 是有巨大帮助的 因为咱们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 而不是去按照美英的那套玩法 那套逻辑说 世界大陆 欧亚大陆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应该是分裂 应该搞团结 这个恰恰是中国可以给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资源